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喷得很整齐 她说不行不行不行 没错 学老师证明了一个科学研究 就真是有调查的 男人自信心 出门的自信心 40%在头发上 就是一个男人出门之前 他觉得每个头发丝都很重要 对吗 可是刚才你出去的时候 就说明一个人生哲理 就是说摊在自个身上的事比天还大 实际上看在观众眼里 谁管你几根头发 你知道吗 而且大部分观众看中的是许老师的财 可能那几根头发长怎么样 可能大家不是 本来就没几根 而且人家已经分析过 说我是假头发 你看这教授啊 原来我们学校有一个 也是文学的教授 哎呀 就你就能看到这一点 他呀 我跟你讲 三毛 这中间是地中海 两边是这样的嘛 就三根 他是拿胶水贴的 你想我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 对吧 他就从左边 就这三根珍惜的呀 搭到这边来 粘在这儿 你想想他对一个男人 他自己看来他这三根 你的意思说文道就信心大赢了 因为他一根都没有 这文道叫六根清净 所以看色 咱这得看广美的对吧 广美的头发也假的 不是不是广美 所以我们节目组的最近都发现了 只要有广美这个大美女在我旁边 我的状态明显大涌啊 真的吗 人性啊 人性啊 你知道吗 所以徐老师今天一开头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一开头咱也玩一把这个性 咱也玩一把这个性感 我一看广美想起来了 大家咱要玩 不跟他们一样 咱不玩那档次低的 咱要玩档次高的 高级的性感 徐老师导演 给他们看看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呦 光美 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呀 我的天哪 这是谁呀 你们是干嘛呀 瞧瞧 哎呦 你们是帮男人装 这线 哎呦 这意识不错 光美 其实人家这个设计 你瞧 这好家伙 后面还有一只孔雀 天哪 哎呦 还放一点 还有吗 我是导演 哎呦 光美 真真真是 嗯 把我看啥了 把我看啥了 这是最近男人装嘛 搞费很高吧 没有搞费的 没有搞费的 而且还拍了两天两夜 拍了我命都快没了 而且那个时候 摄影棚的大概只有三度那样的温度吧 然后大家都穿了大羽绒 就我一个人 男人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 你看他的英文名字 你就知道 叫做 FOR HIM MAGAZINE 简称FHM 为了他的杂志 为了男人的杂志 我们没有付钱给男人装 就用这种方式给人家表示一下广告吗 多数大概就是那些打高尔夫球的做生意的男的喜欢看 听说听说这本杂志是 我为什么 其实我在这边好像要讲 我其实对 被我的经纪公司赶牙子上架去拍了这个杂志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这本杂志是目前可能中国卖的最好的一本男性杂志 那他们告诉我说 广告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可以要求他们 我们就穿着包的紧紧的 他们只要求你上负面 他们没说一定要性感 一定要漏啊 我说那你既然要上男人装 你还得把你自己包紧紧的 你这个是既逃跑不了 你你上了男人装 人家意识上觉得说 就得穿得越少越好 对 然后经过你不但讨好不了所有的观众 你更讨好不了男人装的读者 我跟你说 许老师 还不光是少数的这个这个什么打高尔夫的 这是全民性的 这个我最近呢 真是这个在 你的意思 这杂志在农民工当中也广泛流传 他要看 他也爱看广美啊 那谁不爱看呢 人性 不是 我我我不是说这个 我就是说呀 咱们还是关心社会 对吧 关心社会 最近许老师 有一个事可以关心一下 跟你的这个什么 身份 专业 专业很有关系 就是说呀 法国 咱们向往的国家 就他自己啊 所以 每次讲起来都一往情深 不管我自己啊 多少中国人民都去了呀 中国的中国人跑那去啊 但是呢 最近法国出了件事 轰动全欧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但是呢 说这件事之前 我想先给你们看一段 咱们都很熟悉的 早年间的 一段这个电视连续剧的画面 咱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个旧广告说 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大学 愿给有志而无机会的青年寒寿 并给予博士证书 黄红健决定试一试 这个穷途潦倒的爱尔兰人 决心做成这笔生意 他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 说是只要记一万次论文一篇 另交美金五百元 审查及格 即可记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文凭一份 信纸上没有印学校名称 黄红健一看就知道是骗局 便回信说 志多出一百美元 先交三十 文凭到手再寄余款 并说随后上有三十多同学 将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 我得看着 看着广美说 说法国的话 你不可以看一下真人 别看着 那都是假的 是假的吗 都电脑修的 怎么假的比真的还好 我就讲最近法国 徐老师你知道吗 法国南部有一个土伦大学 这土伦大学 你就看刚才方鸿健这个了 围城里方鸿健 最近法国警方开始大规模调查 事源去年十月在土伦大学发生暴力袭击事件 一个中国学生本来应该把一大笔钱交给一个中间人 但是受到暴力袭击 然后还有一条线索 是土伦大学 大概是有一个反正校方的一个人员报案 就跟警方说说有一个中国学生拿着十万欧元给我要给这个十几个学生买这个文凭 这下调查大幕一拉开好家伙 当然啊我现在说中国使馆的人说这个事儿警方调查证实之前你也不能认为不下结论 可是呢报道当中就说了这个内土伦大学今年二月对行政部门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令人惊讶统计显示当考生为中国人时考试过关率明显提高 不过听说这咱中国学生本来就考试成绩就比别人好是吧 然后说呢 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学生都能拿到硕士文凭 其他国籍的人包括法国人 这一比例只有60%到70% 更糟糕的是今年土伦大学年轻的中国学生暴增 约有650名其中100多名新生不会讲法语 你们然后就坊间就有很多传闻了 就说这里头还有什么中间人我听的非常复杂 比如说是3000欧元还有说是2700欧元就买一个文凭 有这个中间机构啊什么的先收1000欧元算是押金 怎么弄好了之后再交2000欧元领着你直接注册去 就上学啊拿硕士啊 哎呦这个事啊法国人都这而且呢这一调查发现不光是土伦大学 现在在法国多个城市法国警方都正在进行调查 冰山一角 这么时尚这么浪漫的一个国家竟然会贩卖这么不时尚这么不浪漫的东西 不这个是他们这个是老传统了他海外的学校有好多种吧 这有的是很名牌的有的就是商业利益的 所谓的野鸡大学 也不一定野鸡大学甚至是一家同一家大学里边 他有很正规的program 但是他有一些是赚钱的尤其是夏天的那种 他都是由盈利为目标的这种的program这种学校其实很多的这个不出奇的 他这个这个海外的学校的这种弊病啊弊端啊 他不定单单是钱买啊有很多比方说香港是用英国制了 他们常常强调一个叫incomplete rates 就是说不完成率如果不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你收进来一百个学生最后有十几个退掉了 你的不完成率就是百分之十几嘛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你说如果大家都在强调你不能有很高的不完成率的话 意思不就是让大家容易给别人过关吗 你明白吗这种还不牵涉到钱 这种就是说因为经济利益妨碍学术公正 这个在海外很多 不我想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土伦大学那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也许具体情况 但是普遍来讲我想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出去这些留学生啊 跟十几二十年前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个时候十几二十年出去的是一批读书特别好的人 而且呢他们是在去的大部分去美国啊 去靠奖学金啊家里没什么支持的 现在出去呢有相当部分 还有一些是那种最好的最top 但有相当部分就跟香港的情况一样是读的不那么好的 考不上北大清华考不上国内好学校的 但是家里呢又有钱父母做生意或者做官什么 这个时候呢就愿意让他们到海外去 几年好坏你能度过经拿个文凭回来 否则你在这里也学坏而这些人出去以后呢拿的是家里的 资助的钱跑到外面的还在泡酒吧 马上买车啊 租很贵的房子拼酒有有些人过了几年回来 什么都没有交代不出这种现象才普遍出现 在海外看到他中国大陆的学生有这个需要 他们就讲嘛说是去年还是前年在英国不是也爆出一个事情吗 就是50个中国留学生被那个英国是纽卡斯尔大学吗 就开除也是涉及 纽卡斯尔 就是说是文凭舞弊的这种 光美你有什么感触 前一段其实一直都有听到像加拿大有很多华人 那很多那个华人留学生常常被绑架 然后也常常被殴打 然后打劫 其实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都是像那个薛老师刚才讲的 可能就是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小钱嘛 然后去到国外之后 不晓得是因为报复心理 还就觉得说我这么想爸妈把我丢到国外来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来这里的 然后来了之后他就摆阔装老大 然后就是呼朋引拜 来我请你们去跳 我请你们去喝酒 我请你们吃饭 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穷学生 应该是一个穷学生 但是他的派头比谁都还来得开名跑车 然后过不多久就被盯上了 盯上之后就被人家绑架 绑架之后一查 原来他根本就不是富家子弟 他根本不需要富家子弟 但是他在国外 他就可以过得非常奢华的生活 在内地可能一台要两百万的跑车 到那边几十万就有了 对他来讲太便宜了 所以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留过学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留学呢 台湾人不喜欢留学吗 也喜欢啊 对啊 中国人都喜欢慢慢跑啊 我小的时候看着人家去留学 我特别羡慕 因为我们家比较穷 我爸爸跟我讲说 广美你如果有本事留学的话 我卖房子都让你去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做不到 所以有时候像昨天我晚上就在想说 这个所谓的留学 所谓的度洋度津的这个问题 像欧洲国家 很多人你可以感到感受他身上有 好像有各种不同的风情 他可能一个人会说三种到五种 不同的语言 为什么 他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地域观念非常的小 从意大利去荷兰 再去比利时 再到德国去 他就已经可以学三种语言了 可能就是跟着爸爸工作的关系 旅行的关系 甚至不用任何的原因 他们举家就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 就像我们很多人又会讲北京话 又会讲涮海话 对不对 徐老师你也是啊 你这女儿在外边留学啊 这一路还要读什么学为什么的 你觉得呢 你作为一个父母亲 他呢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考进好学校 这个也是个原因 你如果进到好的学校呢 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 不是 你当时为什么觉得他要出去学 那很简单啊 假如你在一个美国的好的学校读完了以后 你可以在美国工作 可以在香港工作 可以在中国工作 但如果你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完了以后 你基本上只在中国工作 或者最多在香港工作 也很难在美国工作 让他的选择变得比较多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哈佛毕业的话 他可以在中国工作 清华毕业 在美国找工作就会很困难 就是说你的选择的余地就会少一点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给他们创造这个机会 至于他们能走到哪里 这完全的看你自己的努力 压力也非常大 有时候我看出国留学的人在怨父母 怨父母 当然 当然啊 有些父母 有些省持检用的 你可能 比方说一个文重的地产商 花了很多的钱 把小孩送到英国的一家 就是花钱的学校 可是他到了那里 他发现他很穷 周围可能阿拉伯王子 可能是埃及的什么富豪的小孩 你好不容易买一个什么保时捷 人家可能更好的车 所以人在这方面比的话 一开始不比能力 只比需求的话 这也是80后的特点 若干年前没有这种情况 这现在80后出去以后 我不能讲全部 但至少有一部分 我已经碰到很多情况了 他可以把什么卡燕 Range Rover背得很熟 但你问他谁是江青 他不知道 谁是林彪 他不知道 而且我上次有一个外国朋友 还跟我说 他说我们要是写 我们的学生孩子 他要是写自我的简历 推荐历 他都是自己写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父母亲 就找人给他孩子 写这个简历 写这个什么 我自己 而且你看一般 咱们的思维 就是说得过什么奖 参加过什么奥林匹克大赛 得过第一名 什么什么 就列的都是这么一些光荣榜 他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你是介绍你自己 但是他以为可能外国的大学 就比较重视这些东西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人家说的就从这个法国土伦大学这个事 人家也说 说是我看网上有的评论 就讲好 说这个法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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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留学生这个学校的 百分之百过关 但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像 摩洛哥籍的或者法国籍的只有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吗 那么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说中国的大学 那不也都是公开的百分百分之百过关吧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标准不同 标准不同 因为你如果大家都是百分之百过关的话 那就是说过关就不稀奇了 最后就看你成绩好坏了 看你学校好坏了 那么他因为是他标准卡在那个地方 你百分之百过关 那你如果如果你不牵涉钱的话 没问题 你这个问题是你花钱买 这才是问题 问题是 中国有没有花钱买的事 当然会有 我那有时候在报纸广告上 我看他花钱买什么博士班啊 问题是这一代的人 这一代的人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消费的那个 那个这个怎么这个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他年龄很小 他可能在二十出头 刚出国 和他懂的东西这些名牌 他已经全懂了 第二 中国的这些青年反叛有一个大特点 怎么来说哈 他不是 他好像很反叛社会 他会拿很多罚单 他半夜不回家 他对父母 对学校 对什么人一套 他都把你嗤之以鼻 好像造反 但其实他跟世界上很多的这种青年造反 跟青年革命不一样 他其实都靠关系 他一会儿就在说了 我今天坐谁的车 谁车里拿出来一景灯 我们怎么路上一路开怎么样 他无意当中都还在悬要权力 给他的这种不守规则的权力 所以这些人心目当中 吃罚单是可以勾销的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 驾照 多少人 我好多人都说过了 驾照哪用考啊 当然是买的了 开车的请小心啊 对不对 所以这惯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作风 就是成功的腐蚀了法国人 是不是 那你说 我说这犯罪的受贿的嘛 就涉嫌了 涉嫌受贿的 应该说我们是被法国人腐蚀的 你要知道鲁迅的祖父啊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 他为了考试 他稍稍涉嫌作弊 事刑啊 鲁迅一家没落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是管得极严的 哪让你泄密啊 哪让你 每年国子兼 皇帝出来兼考的 中国传统上 考试这一关 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国家大事啊 这是外国人的坏风气 腐蚀了近百年的中国学子 哦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绝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哈 现在也有些人说 说实际上这些个很多孩子啊 出去之后 在外边就是精神上感到非常的这个寂寞 就像你说的他们这个生活 我倒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要和刘医生说 说人要有精神支柱 比如他说有的人就是爱情 就是谈个恋爱 可是这个一分手 都会在国外啊 给这个孩子带来就是 举目无亲的这种感觉 就崩溃了就能 不过这个倒是一例来如此 这从白贤永那一代开始 对不对 留学生在海外 芝加哥之死 什么芝加哥之死 他写的小说嘛 讲的 讲的那个 那个学生在海外 就从于大夫那个时候 再早讲了 从五四开始 所以留学生到了海外 会特别想想念祖国 会想念家 会觉得自己孤单 然后呢 这种想念 特别都是因为跟女生关系 而且特别敏感 是外国的女生 要是看不起他 那就特别的伤心 特别是长得像中国人的 外国人看不起他 日本人 韩国人看不起他 那就更加伤心 所以这个是 这倒不是新题目 那广美到欧洲去 就是养我国威了 对吧 让他们看看 咱们中国女孩子 怎么老让拱力 在外面排来排去 广美其实是有点欧化的 没事 我在北京奋斗奋斗 我还要讲一下这个土伦大学 他们会创造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优惠条件 来吸引中国的留学生 像日本 他们就会觉得说 会保证你 就是说 你毕业之后呢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留在日本 就是说 可以拿所谓的居留证 让你找工作 然后会协助你 甚至于帮忙你找工作 这样子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来 对他们来讲 是创造他们国家的财富 那土伦大学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创造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过关率 但是你要想到 你要想到一些没有拿钱去买学历的人 他们努力了四年的时间 在那边想要拿到一个文凭 最后他被人家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就是这些学生 你知道吗 在投诉 是吧 就说你侵犯了我们嘛 对 但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 到时候他拿了土伦大学文凭回来 人家说 就回头土脸 全当你方宏剑 克莲敦大学的 而且还有法国人对中国人的观感 包括全世界人 当然咱们现在对法国人印象也不好 是吧 他们也有时候也不地道 可是呢 我就想起前一阵这个什么圆明园 接下来为您播出走向2010 我也不知道现在 他是那个钱的问题是怎么着了 但是就说你一系列的这种事啊 你说将来人家要跟中国人做生意 很快 坐在这种事啊 好像